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的这部剧说起来很奇怪 刚播出几集的时候 评论一边倒的是批评 因为剧情太过于马力苏 导致女主的人设特别的傻白甜 但是到了后面 随着剧情一步步的推进 大家被杨子和李线的颜值所吸引 杨子就不用多说了 虽然剧情很无脑 但是被她的演技和人气拯救了 亲爱的热爱的成就童颜夫妇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一讲其中的男主角李线 李线与杨子两人都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班的学生 但两个人并不在一个班级 在亲爱的热爱的之前 李线并没有特别的出名 她是2011年出道 前后演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法医秦明和神等剧 但拿到的角色都是以配角居多 直到2019年的亲爱的热爱的播出 李线成为了国民老公 网友再一次认识了这位演员 好的演员眼睛会说话 但靠眼神就能传递角色的灵魂 李线就是如此 她的表演细腻有层次感 凭靠颜值就能俘获人心 却是一位拥有纯属演技的实力小生 面对不同情境 她的表演就如变色龙一般瞬间切换 在镜头前或张扬或随性或爆发 表现自然充满灵气 半岛都市报对李线的评价 站在高处就得接受质疑 当年的韩商言其实一轮声很大 有人说李线的演技不够 但更多人认为她的演技很不错 就拿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哭戏来说 在经历种种后 好兄弟王浩来道歉 韩商言终于解开这么多年来的鲜结 放声痛哭 那场哭戏真的很有感染力 自然不作作 让很多人看了默默流泪 我想演员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 她演技的戏能让人产生共情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韩商言完美演绎了一个 从高冷电竞才子 到软萌线男友的蜕变之路 应了线下那句话就是 前期虐期一时爽 后期追期火丧场 底线把这种前后的反差 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你们可能想不到的是 就是大家这么喜爱的线男友 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韩商言的第一人选 韩商言的第一人选另有其人 亲爱的热爱的导演组 在筹拍过程中 其实最开始选中的是杨阳 因为杨阳在微微一笑中的高冷形象 很符合韩商言的气质 但是当时不巧的是 杨阳正在筹拍全职高手 而且韩商言这个角色和肖奈很相似 综合几个原因 最终杨阳错过了韩商言一角 这才有了后来杨子和李线的童言夫妇 确实杨阳和李线都是非常不错的演员 俩人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都是大家心里的男神级别的人物 如果当时是杨阳演韩商言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总之 每个演员和每个角色都有一定的缘分 每个人的演绎也都是不同的 各有各的优点 过去的角色已经成为回忆 接下来的路才是他们新征程的开始 这五两位演员都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电视剧